在2022年7月宣布完成全国第一例Car T的案例 是一位名叫婷婷的10岁女孩 目前Car T没办法普及的最大阻碍 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问题 钱 艾蜜丽当时的治疗费用换算成新台币将近1500万元 婷婷的父母则花了1000多万元 各位饭团好 今年7月一位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10岁小女孩婷婷 在最新引进的Car T免疫细胞治疗下 完全康复 体内已检测不出任何癌细胞成为台湾首例 这消息一出让人兴奋不已 不过其实国外也早有成功案例 2012年美国女孩Emily 原本她的血癌已经是末期 束手无策之下只能尝试参加当时的临床试验 成为全球第一位接受Car T的患者 没想到她的癌症症状也完全消失 而每年都拍一张健康照片的她 告诉全世界她健康痊愈已经10年了 究竟Car T疗法是什么样的疗法 什么癌症都适用吗 有没有副作用呢 又还有哪些障碍需要突破 一般来说 吞药丸从血管注射化学药剂 都是把已经提炼好的化学物质送进体内 杀死细菌 抑制病毒或毒杀体内叛乱的癌细胞 完成任务后就会被身体分解或代谢排出 但是近年来异军突袭的Car T治疗 跟一般药物大不相同 它是用经过基因改造的活细胞当作药 打进血管之后呢 会主动上山下海的追杀癌细胞 而且还会自行分裂繁殖 让这支少荡癌细胞的部队源源不绝 提供长期的保护力 感觉很厉害 那什么是Car T呢 Car T顾名思义是加上了Car T的T细胞 T细胞是血液里白血球的一种 平时在身体里负责四处巡逻 一旦搜索到细菌病毒或癌细胞 就立即动手把它们清除 堪称是体内最灵敏的一群士兵 但是癌细胞也不是省油的灯 癌症是身体细胞发生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 这群变坏的细胞呢 会透过细胞表面的抗原来伪装自己 就像戴上面具 假装是正常细胞 骗过T细胞的侦查 让自己有做大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人体的免疫系统 已经相当精密了 可是还是会罹患癌症的主要原因 Car 就是使T细胞能够揭穿 癌细胞假面具的武器 Car是将一段人工制作出来的DNA片段 放进T细胞内 经过转入产生的一组蛋白质 全名叫做千核抗原受体 简称Car Car大致可以看作是一组 由三个蛋白质区块 串接组合成的穿膜蛋白 最上端穿出D细胞表面的区块 是对于癌细胞表面抗原 有高度专一性和强氢合力的抗体分子 功用就像汽车导航器 中间的区块是使Car 可以稳定停留在细胞膜上的 胯膜结构区域 最下方位在细胞内的区块 则是用来触发下游的细胞内讯息传递入境 在抗体分子吸附到癌细胞的时候呢 驱动T细胞动起来杀死癌细胞 Car之中的chimeric这个词呢 源自于chimera 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兽 石头 石身 中段长出了山羊头 蛇尾 拿来比喻用多段DNA拼接转入生成的Car蛋白质 可以说是相当铁切 理论上只要替换Car最上端的抗体分子 用来追踪癌细胞拥有 但是正常细胞没有 或表现量很少的表面抗原 这就能攻击各种癌症 这也是Car-T技术吸引全球各大药厂 增相研发的最大诱因 不过在现阶段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 核准的Car-T细胞制剂呢 只有六种 例如诺华药厂的Kymria 嬌生公司旗下扬生制药的Karviki B制妥施桂宝的Abegma等等 治疗对象包括 急性淋巴性B细胞白血病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多发性骨髓瘤等等 都属于血液跟淋巴癌症 还没办法用来治疗 肺癌、肝癌、乳癌、大肠直肠癌等等 会长出实体肿瘤的癌症 2012年是Car-T治疗的元年 全球第一个成功的病例 是名叫Emily的7岁小女孩 她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至今她已经痊愈超过10年 癌症不曾再复发 鼓舞了全球的患者 国内台大医院也在2022年7月宣布完成 全国第一例Car-T的案例 是一位名叫婷婷的10岁女孩 目前Car-T没办法普及的最大阻碍 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问题 钱 Emily当时的治疗费用换算成新台币 将近1500万元 婷婷的父母则花了1000多万元 救治他们的女儿 夫妻俩甚至为此卖了房子 为什么Car-T治疗法这么贵 原因在于制造跟使用Car-T细胞的过程 相当繁琐 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 制作Car-T细胞跟进行治疗 一共有7个步骤 第一步 癌症患者抽血 由血液中抽取出免疫细胞 第二步 从这些免疫细胞当中分离出T细胞 并将这些T细胞活化 第三步 对这些T细胞进行基因转值 生成Car-T细胞 打个比方 就像把普通的步兵训练成火力强大的特种部队 第四步 把Car-T细胞放进培养槽 让细胞分裂增值 让部队的人数扩充千百倍 第五步 将Car-T细胞装带冷冻送回患者看诊的医院 第六步 注射Car-T细胞前 患者先进行化疗 降低免疫系统功能 第七步 将Car-T细胞注射回患者静脉血管里 Car-T细胞便会自动追踪癌细胞 将癌细胞杀死 目前制作Car-T细胞都是使用癌症病患 本人的免疫T细胞 这样做的好处是 Car-T细胞输注回患者体内的时候 不会引起排斥反应 但也有缺点 Car-T疗法变成一种极端个人化的治疗 没办法透过标准化流程来大量生产 进而降低价格 比如说 如果一个病患可以使用其他健康人的T细胞 做成的Car-T 那就能够成立细胞银行 公开招募一般人来捐或是卖免疫系细胞 接着跟患者进行配对 找到最适合的T细胞来做治疗 如此一来 可以大幅压低取得细胞 运送 储藏等程序的成本 Car-T也就可能不再是要卖房子 才做得起的天价医疗了 然而生物技术到目前为止 还无法克服一体移植的排斥问题 Car-T的价钱也一直居高不下 还不是一种亲民的治疗方法 台湾虽然号称已展开Car-T医疗 也已经有了成功案例 但是最核心的第三跟第四步骤 也就是能把转入出Car的千核基因植入T细胞 以及把Car-T细胞培养扩增到能够发挥治疗效果的数量 这两道手续还是要送到国外的实验室才能进行 换句话说国内现在只能分离T细胞 接着就是等着接收成品了 关键制程还是被掐在国外大药厂手中 这就是台湾亟待突破的困境 也因此目前国内几家医学中心 例如台大医院、三军总医院、台中农民总医院等 还有数家生计公司正在致力朝自产的目标前进 大多数的治疗都会连带产生副作用 Car-T疗法因为是从外部注射大量T细胞进入身体 会在施打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免疫系统造成很大的劳动 并且Car-T攻击癌细胞时也会引发激烈的免疫反应 副作用持续时间的长短跟出现的症状每个人不太一样 大致来说Car-T已知的副作用有三类 第一类是细胞激素症候群 也叫做细胞激素风暴 这是因为免疫细胞在短时间内释出大量的发炎因子 导致患者发烧、胃寒、心跳加快 呼吸急促或喘息、头昏目眩 或是恶心、呕吐、腹泻、肌肉或关节痛 严重者甚至可能昏迷 第二种是神经毒性症候群 这起因是免疫细胞误伤了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的症状 例如有些神经细胞的表面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 癌变B细胞带有一样的CD19抗原 便会连带遭到攻击 或是癌细胞聚集的地方在神经附近 CAR-T细胞歼灭癌细胞时造成的局部发炎 也会导致神经细胞受伤 如果发生神经毒性症候群 患者可能出现头痛、手脚颤抖、肌肉僵硬、抽搐 或是变得不讲话、反应迟钝、平衡感变差 甚至意识不清楚的状况 第三是其他治疗的副作用 例如输液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或是治疗之后免疫系统变弱 发生严重感染的风险增加等等 也因为CAR-T疗法有发生急性副作用的风险 因此癌症患者注射完细胞后 需要再住院几天 由医疗团队密切观察后续状况 例如台湾第一例CAR-T成功案例的10岁女孩婷婷 她输注CAR-T细胞之后 很快开始发高烧 心跳加快 呼吸不顺 血氧浓度降低 经过照顾之后才恢复稳定 不过会有上述这些副作用 也正代表CAR-T细胞正在奋力作战当中 癌症细胞可分成两大群 第一种呢 癌细胞它散布在血液或淋巴系统内 没有固定生长位置 我们称之为非实体肿瘤 另外一种呢 是聚集成团块 固着在身体特定位置 内部有血管的肿瘤 我们称之为实体肿瘤 现在CAR-T的治疗范围 会局限在非实体肿瘤 要能攻下实体肿瘤 还有两个主要的卡关地带要突破 第一个呢 就是肿瘤的抑制性 在围观的层面上 一颗肿瘤 并不是有一大群 一模一样的突变细胞聚集而成 而是由很多很多小群的癌细胞 而每一小群带有的基因突变 都有一些差异 凑合起来变成一颗肿瘤 这种肿瘤是由很多带有不同突变的细胞 聚在一起所组成的特性 我们称之为抑制性 但是这种特性跟CAR-T疗法的根本原理 产生了冲突啊 CAR-T是找到癌细胞共同拥有的表面抗原 然而如果癌细胞彼此之间基因都有差异 连带细胞的表面抗原也会有差异 这就会发生一种医疗人员最头痛的状况 把一代CAR-T细胞注射进体内杀死了一部分的癌细胞 但是总会有另外一部分的癌细胞逃过一截 这些癌细胞很快就会填满空出来的位置 就像细菌面对抗生素锻炼出抗药性一样 第二个卡关就是肿瘤内部的微环境 可以说是一个癌细胞创造的异世界 在肿瘤内部的这个小空间里 因为癌细胞快速分裂增殖 导致血管的生成速度跟不上 因此肿瘤内部经常处于高度缺氧状态 免疫细胞一进到肿瘤里 就会因为缺少生化活动所需要的氧气 变得不够活跃 再加上癌细胞会分泌出许多抑制免疫细胞的化学物质 进一步打压了免疫细胞的活性 换句话说 CAR-T即使辛苦的攻进了肿瘤里 也会被废掉一大半武功 虽然这些困难暂时还没有解决 但对于治疗癌症还是有其他变通的办法 例如制造同时带有两种或更多种CAR-千核蛋白质的CAR-T细胞 或是先进行放射线治疗或化疗 再搭配CAR-T疗法 降低癌细胞漏网再生的机会等等 这些治疗概念都已经有了研究团队在实践 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来检验效果和副作用 CAR-T疗法带来了治疗癌症的新希望 不过CAR-T到目前依旧卡在太贵 能治疗的癌症有限等瓶颈 CAR-T是否能突破难关 变身成主流疗法还是止步于此 变成一种次药的疗法呢 还要继续观察下去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关于万病之王癌症 除了这集谈的CAR-T 我们前阵子也介绍了细菌疗法 欢迎回头观看 此外你还想知道关于癌症的哪些部分呢 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来提案讨论吧 最后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